拜师呢我们都是 13年 我比那个郎浩神 郎浩宇啊 还稍微早一点 因为那天呢 是那个九字刻的收入女士 那天呢我也有幸 拜到我先生名下 当时呢就把这个宋浩然 这个名字还落 自从高峰老师摆之一事以后 宋浩然为什么不拜师 改任干爹的原因 网友们是众说纷纭 纷纷猜测 其中真正的原因 凭借高峰和宋浩然的演出中 宋浩然曾说过 认识高峰是最早的 给字的时间比郎浩陈苗浩宇 还要早一些 因为不是大师哥 所以不拜师改任干爹 近日高峰老师通过短视频 也回应了此事 是在2013年的9月2号 我没记错的话 有个星期 那天在天长端社 举办的 博德纲老师 九字科的徒弟 给字考试 如果说有那个 没毕业的 或者年龄小的 那些博老师暂时 没受到徒弟的 或者 让我去问了 因为没有想拜 其他老师的 我这组呢 就是小苗 头一个举的手 这第二楼又十几个 这个反正挺多的 等这活动都快结束了 主任又把那个基地的 老师他也没举手 哪个老师也没安排的 交到我跟前了 又加上这么一个 按理说小苗是第一个 但是呢 他岁数小 当时我跟他和他妈都说 你得算第二个啊 因为前面我已经 固算好的一个 他算大师哥 就是我这个 从高峰老师的回应中 也不难看出 郎浩尘是高老板 早已经认定的高门大师哥 宋浩然只不过是认识高峰 比其他人早 但是给字的时间 比这两位要晚 所以说 宋浩然没当成大师兄 所以不拜师这个 明显不成立 其中原因 可能只有宋益自己明白 如今德云社 可能已经难以接纳 这样的徒弟 如今 宋浩然已经改名宋益 节目当中也没有了他的名字 倒是春姐在德云书馆演出时 被粉丝们追着询问 春姐则回应道 收图的是少打听 然后则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可能就连德云社的演员都不知道 宋益是怎样想的 毕竟高峰作为德云社总教习 相声功底更是没得说 老郭曾说过 单从艺术水平来看 德云社前三名高峰的占两名 郭老师的评价也证明了 高峰的艺术水平 特别是收图仪式上 老郭都说 拜高先生拜对了 你们是人 拜高先生拜对了 这是名师 拜好也可能就走得快点 他人大爷 快点快点 你要拜我起 轮上就不过 拜高老师非常好 这是位名师 拜我且轮不到你红那 郭老师这一番话 是在告诉孩子们 无论别人怎么选择 你们的选择是对的 拜师侯震 于谦 郭德纲 都没什么大不了 但拜师高峰比 拜谁都强 跟着高峰比 跟着谁都强 凭借德纹社吃饭的孩子们 听到郭老板这一番话 宛如一记强心针 而老郭之所以说这一番话 也是为了维护高峰 三弟子宋浩然事件 传得沸沸扬扬 不拜师父改任干爹 平心而论 此种事情允许发生 但是时机不对 高老板为了给孩子们证明 数月前就跑遍 金金签海底 海底签了 礼物准备了 是却不摆了 所以 郭老师才霸气说了这一番话 为了就是维护高峰 拜高峰 你们会红 不败的徒弟后悔去吧